news radio 中广论坛 欢迎来到中广论坛 我是郑春琪 今天又是礼拜一 那台湾呢 真的是像做云霄飞射一样 高低起伏 然后惊险万壮 每天都有一些政治的惊喜 有一些政治的惊吓 我常常讲 这真是台湾之福 也是台湾人民之苦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敏南话一句 夹扣动作夹暴 把吃苦当作吃补 所以到底是福还是苦 那就看你用什么态度面对 为什么认为说算是福呢 有能够这么精彩的 不同的句吗 不同的变化 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 虽然心里悬在那里 提心吊胆 然后很多人是焦虑不安 但是台湾的选举到了时候 这种焦虑不安 倒不能睡觉 兄弟夫妻家人反目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多了几次之后 就会回头看看 是不是觉得蛮无聊的 当时真的 你死我活 不是说不要争 回头看到底真的自己对了吗 还是真的错了 这些多了之后 就会变成我们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教育 要跟自己的厉害这么迫切 比如说读了一大堆书 或者考试 或者读了一些文章 好像在那边欣赏评论 这种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自己的厉害 是被外在的政局 为外在这些政党政客的作为 所牵动所卷动 你不得不然 这就是政治逼得人聪明 政治逼得人聪明 未必了 但是那就表示 如果这么多年的磨练历练 还不够聪明 不知道是我们这个题目出得不好 还是真的支持 原来就非常非常的鲁钝 台湾老百姓 历来 我的老人就传了一句话 就打完囊 拍嘎活片 这些台湾人很难教 很好骗 这个 我这几十年的经验 导演是蛮传神的 好 那在这个前提情况之下 这个礼拜来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课题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呢 我觉得当然最清楚 最强力的 当然是郭台铭的宣布参选 郭台铭宣布参选 其实我让我蛮讶异的 当然也不讶异 是中国时报的反应 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反对了 当然有看到评论是说 卖米果的跟卖苹果的 卖米果的当然就是旺旺 旺旺这个系统 就是中国时报 包括三中 包括中四 包括中天 那对于对上卖苹果 制造各种苹果的这个零件 卖给苹果的郭台铭 资本家之争 而且看起来都是 亲中的资本家之争 想想也不意外 如果是要抱大腿 那如果腿被你抱走了 那我还有什么腿可以抱呢 大家抢着真的抱 但是中国时报 我是觉得实在是太过分 太张狂 跟自由时报 几乎是不相上下 同列为可耻的范围 一个媒体可以到这种地步 那也叹为官司 那在台湾我也讲过的 就把极端 都当做客观 把客观 拿来当极端 这对于新闻自由 实在是最大最大的强害 那没有所谓的绝对客观 可是到这种地步 一面倒 而且那个惨媚 那个脏狂的心态 其实是让人家 非常的堕端 但我还是定了中国时报 我就是得看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这几天连续每天 那个标题都是如此 我再讲几个 4月17号 就有一位陈国祥先生 弄了一个什么呢 是你韩国瑜参选总统声明 他帮他借除带愁 帮他讲 说你你你 我帮你发一个 总统参选的声明稿 到这样的地步 然后像胡又伟 也算是由头由眼的 韩国瑜 选总统救高雄 像这样的一种 然后我这样不要讲 郭董真的适合吗 这些都不用看 今天的标题是最有趣 韩国瑜才能够打破老人宫廷政治 再骂国民党 然后一副南军稳赢的 天下被他们莫属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刚刚看太低了 我应该拿高一点 再看一遍 然后你看他上面那个标题 实在是受不了 好吧 这样的媒体 都在影响我们台湾的社会 不过台湾老百姓也是酒精训练 大家是越来越不会偏听 越来越知道该怎么看 所以这些 整个报纸为什么报份都越来越少 除了电子媒体清洗之外 这种偏颇 我得买好几份报纸 要不是像我这种关心政治的 我会同时自由时报联合报纸 我几个报都看吗 老板就受不了 每天看到你这样一种 像毒素一样的一直轰炸 可是他就敢这样 为什么 垄断的 你垄断没有关系 你不在乎 这个营业机会 他也不在乎 这是大财团 自由时报后面是什么样的事例 所以你看稍微在乎的 财力不是那么雄货的苹果 就撑不太下去了 苹果至少倒过来 反而还没那么极端 说真的真是非常好笑 那么在有钱情况之下 联合报至少还是保守 我立场就是保守 偏难 但至少不会到这种 完全把自己 报老板的厉害 当做报纸的厉害 然后要强加给全民 变成全民的厉害 可以到这种地步吗 可是这就是时报后面 财大气粗 他报份多少 他无所谓 那旺旺更是不在乎这些 这是他们拿来玩的工具 人民的工器 舆论的工器 变成报老板的工具 这真是到了无以复加 我们天天在吹台湾的言论自由 是这种自由 是 有钱人的自由 这叫任性 有钱人任性起来 你奈他何 这才是最根本的 好 讲到猖狂 我觉得韩国瑜 其实某种程度也蛮猖狂 这韩粉也猖狂 我上个礼拜 在电视打开的时候 看到一位政治评论员 竟然在电视上这样讲 韩粉 我是韩粉的粉 他是韩粉的粉师 韩粉的粉 哎呦 一个政治评论员 变成韩粉的粉 我那天实在是忍不住 民主时代 人民做主 那你怎么可以 去当成政治人物的粉 做他的粉丝 像追星 追电影明星一样 变成粉丝 热昏的头 爱得不得了 然后完全没有距离 你真的恨不得一口 把他吞下去 我不是独对韩国瑜 我最近看到谢龙介在电视上讲 韩国 我们韩国 一大堆 讲到韩国了 我真的听到 有人跟我讲说 他的儿子以为 韩国瑜是韩国人 这个从 陈水扁开始 原格讲 我从小长大 讲到这些英明领袖 讲到这些政治大人物 小时候我们是怎么讲 蒋介石 蒋宗正 我老朋友说 臭头啊 臭头啊 因为他 里的叫光头 因为原来农村都比较贫穷 如果你头发太多 会长各种各样的险 拉里头 所以就剃光头 那蒋介石 因为他是军人 剃光头 所以我们的台湾人 说不好直呼他的名字 叫臭头啊 那这个到底是亲密呢 还是带有一种 反对蔑视呢 还比较复杂 臭头啊 臭头啊 我小时候就听得大人家 蒋经国的时候 叫小蒋 说真的 并没有像说 哎呀 小平你好 像对啊那样 带一种情侣 小蒋小蒋 因为他老爸老蒋 要有所区隔 到了李登辉 阿辉一辈啊 咱那阿辉一辈啊 你回头掉掉当年那些 录影的镜头 哭哭寒寒的 哎呀 好像一副多亲 讲到这个李登辉的时候 好像在呼喊他的父亲 阿辉一辈啊 我看了就受不了 到了陈水扁 阿辟啊 咱阿辟啊 好像隔壁邻居 跟他多亲 都好像隔壁的这种 啊好像看着他长大 这种啊 我都非常非常不以为了 到了马英九 大家都知道 什么小马哥 哎呀 恶心到头天 那小马哥原来是谁 原来是讲周润发 电影明星 啊 大家称他小马哥 那就被偷天患 就移来放在马英九身上 也是一样 亲吼吼 好像亲得不得了 这种都是经过刻意营造的 那当然 上游所好 那下游跟互相的 迷跟星之间 政治人物 跟他的这些支持者之间 互相形成这样的文化 我还是觉得不对啊 民主时代 你今天当老板 你是主人 对你雇佣的仆人 那些都是公仆 你变成你仆人的迷 你完全对他着迷 昏了头 那这个能够 民主时代能够到这样 能够国家会好吗 那再来 就到了蔡英文 哎呦 小英 小英 什么玩意儿 柯文哲 柯P 我从来不讲柯P 你们看我在电视上 我一定直呼其名 柯文哲 柯P柯P 恶心的要死 然后再到了韩国瑜 韩国的 韩国的 哎呀 听友 我真不晓得 你自己会不会这样 我是绝对受不了 那倒过来 那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 如果你今天 曾孙旭有一批人 来跟你这样 抱歉 我绝不接受 好吧 我出来选举 我出来推动 我不会捡到篮子就是菜 如果你们听过我上上集提到人民老大 人人参选这个逻辑 大家是要经过一个互相对谈协商 互相认识 政治认同的一个过程 大家是平等的 你要当主人 我也当主人 然后大家不只是真 也互相委托 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互相承诺 这是一个相互的平等关系 你变成我的粉 就非常不好 我当然在外面去经常的 我都是先 你也不好直接拒绝 你瘦了之后再给他回回去 变成平等的回回去 你不要居之不宜 甚至甘之如矣 甚至滔滔然 晕晕然 我看这些政治人物 现在都是这样 更不要讲说刻意去制造 至于赖神这一类 不太一样 是造神的 是有距离的 但是那种 讲得好像什么 韩国 真是 那重点是 政治人物 这个主仆之间颠倒 谁应该监督谁 谁应该领导谁 完全昏了头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 跟非常非常糟糕的 那这些韩粉 已经到了十分 完全不讲理 非韩不选 非韩不选又怎么样呢 我那天是在电视上看到一个 已经多次上电视 做他代表 他们什么 也是联署啊 什么之类的 最后还讲到说 韩国瑜大过国民党 是他一人救全党 国民党算什么 他最后讲说 干脆就出来 我心里想说出来什么 脱党是吧 韩国瑜有这个胆吗 这些韩粉就是啊 膨胀过度 几乎是要吃人 要把他们之所好 强塞给每一个人 你可以推销 你可以鼓吹 你可以做各种广告 适当的 可是这种 硬要塞到每个人嘴里 叫人家吞下去 好像你们最政治正确 重点是 如果是这样子 韩国瑜如神 英明 真的万众举代 那也无所谓 我在这个节目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他的很多动作 仔细检验 当然相对的 都是不错了 相对都不错 可是仔细检验 不可能 也不应该达到 你们吹捧他的那种 造成的高度 这个就不如实 我也讲 这个不如实 对他不好 我那天在绍刚战情 甚至讲得更狠 我知道当场就有一些 就是那种 一直拱寒 我以前就讲说 你们这拱寒的 像蛆一样 像苍蝇一样 丁的肉 到底是为自己呢 还是真的为韩国瑜好 还是真的为台湾好 其实很多 用大陆的语言 比较精准 我到大陆在听得懂 有时候我们是来蹭饭吃的 蹭 就是来捞油水 来卡油 来卡油的 来蹭 这件事怎么样 蹭权力的 蹭韩国瑜的 炒风潮的 蹭他的威的 都是自己不行 一看不少都是本来 今年要选立委的 所以不管党内提名干嘛 就抓着韩国瑜们造神 然后就挟这个威 因为他如果是原来是后来者 要跟这个再任者竞争 哎呀 已经有人就讲说 这些就像筹安会 筹安会如果 有些不太了解历史的 可能搞不太懂 民国建立的时候 袁世凯 想要称帝 下面就有所谓的杨渡 什么六个人 本来叫六君子的 后来越来越不像话 就在那边劝进 就在那边 组了一个组织叫筹安会 大力的为 袁世凯黄袍加身 所以我那天就讲说 袁世凯是上去了 八十几天就死了 我还不希望韩国瑜这么早死 我相信韩粉听了我这些话 一定是非常非常受不了 我大家觉得 跟赵赵刚觉得说 有点抱歉 因为现在不谈韩 没有收视率 我只要稍微修理一下 批评一下韩国瑜 哇各种各样的 听说那个洗板就来了 可是什么玩意儿呢 可以到这种地步吗 也不听听到底讲的有没有道理 可以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是觉得再归纳一下 一路以来 不只是韩国瑜 台湾的老百姓 开始搞上这些民粹 这当然是 从蒋介石一路 在当时是为了生死之战 你有时候还比较难免 大家一定要搞个万中心 不准有恶心 那只能盲目崇拜 稍微有点意念 你说那可能就崩溃 搞到那样子 可是余毒未清 那你今天不管什么样的转型正义 你民进党再怎么样 你都不可以打说谁棍杀 顺便就张好处 把你反对的现在据为己用 这是民进党最不可原谅的 搞什么 小英搞那些个人崇拜 你看看多少的贬迷 今天是到什么地步 韩粉难道要变成另外一种贬迷吗 这是台湾好吗 所以我说这些筹安会的 这些人真是的 到底是爱韩国瑜还是爱自己 害韩国瑜呢 还是最后也会害到自己 时间就会证明不是吗 我是善意批评 而且真的也是看不下去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想跟各位分享 是说在台湾 你们看来 尤其大陆一些朋友看得好看 是 当然这也是我们可爱可贵之处 经过这种荒诞 这种历练 所以我刚刚讲 像云霄飞这起伏 那过去多少人认同这个 认同那个 想想上一次柯P 这些所谓的柯文哲柯P的粉 起来的时候 多热烈啊 然后失望的失望 打脸的打脸 沮丧的沮丧 重点他们学到了什么 如果没有反思 再换个对象继续追星继续迷 然后从柯P迷变成寒粉迷 这个就是没有长进 一次嘛 跌一跤 人家讲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 跌两次 爬起来要想一想 这是为什么这么昏了头 内在那个情绪 忘安忘志 苦不堪言 真是希望期待救星 可以理解 可以终究你发现 这些人都不可期待 就算原来好好的 如果大家这样拱 大家让他无限的空间 让他可以口无遮拦 我等一下讲韩国瑜 他会不知道忘了自己是谁 然后就忘了你是谁 就把你们这些选民忘了 所以你得回到自己的清醒 支持是一件事情 一定要保持合理的距离 要理性 该监督该发言 该表示不同意见 就要表示不同意见 怎么忽然间完全一言堂呢 还敢在那边讲金正恩怎么样 人家是到了那个特殊处境 台湾今天号称这样 这样搞到这个地步 而且我们已经反复几次了 政党轮替几次了 是每况愈下 日子难过 可是真的 如果不是全民觉醒 越来越多的这个 大家参与公共讨论 把是非把议题弄清楚 光靠这种救星 真的就能够翻转什么吗 这样的思维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当然看起来好处是说 所谓的比较中间选民 不会简单 极端偏一边的 我对于极端 没有完全否定 这极端 都是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 而且有时候 一些先行者 一些有远见的 在这社会里面 是极少数 然后如果他们比较敢讲 就变成极端 然后甚至被视为异端 这异端慢慢会变主流 可是有些不是 有些是个末流 那忽然间反扑 这个是一种反动 这种反动变成主流 然后想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妙的 好 不管怎么样 有这些韩粉 马迷 扁迷 这些都是社会不健康的现象 在台湾的我们都得正视 好吧 那来回来讲韩国语 其实他这几天的 有些言论 是不当的 他在讲 到外出口转内销 听说是在国外发表的 跟一个老美提到台湾的军售 他用了一个语言 就说你买这么多的武器 那又怎么样呢 武器再好 如果军人的军魂丧失了 军魂为什么会丧失呢 好坏不分啊 违法乱纪的 没有办法很快用军法处理 所以他就说像太监穿西装 终究是太监 这个啊 然后蔡英文就呛他 叫他抽回去 那他就说你蔡英文没有当过兵 那蔡英文没有抓到重点 是蔡英文当然没有抓到重点 韩国语言的意思 大家搞不太懂 跟太监有什么关系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没有军法 就像人被淹掉了 你被淹掉之后 你穿得再漂亮 你武器再好 你装备再好 你这个已经不行了 他是在讲这个 所以他要批评说这个 可是军法被拿掉 这是在马英九任内 没有错 蔡英文你继承了 也得面对你现在是三军统帅 可这是可以讨论的 那韩国语你讨论 你用太监来侮辱 这严格讲是有点失言 蔡英文当然是回避重点 抓了个辫子 但是至少韩国语 你要稍微软一点 说我只是个比喻 请你看我的重点 他马上回呛 那更凶 那说蔡英文没有当过兵 我觉得韩国语这个就仓皇了 那就更糟了 台湾一大堆的女性 法律上是他连当兵的义务都没有 我们男生要当兵 女生他不用当兵 那你是怎么样 他先天就不能 你今天用这个来耻笑 来反奉 那你当过兵 你当过职业军人 这个合理吗 可是问题他怎么可以这样脱口就出 很可爱吗 像柯文哲一样经常说稍稍头 好像很自然 好像不作假 说韩国语这很直 这个行吗 你很直你也不可以失言 你更不可以到一种不分智慧乱扯 马上绿营了就找出很多东西 讲什么 连战的什么连胜文连胜文都不用当兵了 国民党的很多高官的子弟 吴伯雄的小孩两个也都不用当兵了 用了各种各样的理由 这些男的都不用当兵了 你还去笑 你们同胜赢的都这样 你还去笑 被人民选上了 蔡英文说是女的没有当过兵 所以对国防不懂 猖狂到这种地步 这种人能够当领导人吗 所以我说这些韩粉 是不是醒醒 这个不应该等到像我们这种不非韩粉的来讲 你们自己应该先修理 你们是他的韩粉 你们我有最大的权利可以监督 你们是支持者 同时是最大的支持力 这个监督力量 韩国瑜这样的时候 你们没有是非 然后再加上这种媒体不断的劝进 都为了你们利益 重点是 看在其他的台湾人民眼光中 大家又不是傻子 你们真的会得逞吗 所以我一直说 这个并不聪明 好吧 做个小节 粉跟心之间 韩粉的这种猖狂 也造就了 韩国瑜的猖狂 这绝非正向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手机 中广线上听 中广新闻报APP 听见中广新闻网 打开电脑YouTube 线上影音直播 听见 看见中广新闻网 从收音机到手机 从无线电波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在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时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早上一杯咖啡 早晨时光 有中广新闻网 开车上班路上 通勤时间 有中广新闻网 中午吃饭休息 充电片刻 有中广新闻网 下班鬼行四键 入夜时分 有中广新闻网 新闻随时听 资讯随时新 30分钟掌握世界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欢迎再回到飞铁论坛 我刚刚看了一下说 有什么韩国俏皮鱼 他的什么老鼠脱脱鞋 韩国鱼这样讲 可能是俏皮 那第一个讲说 哎呀这个穿西装的太监 还是太监 也许是俏皮 虽然比喻不是太好 也侮辱了太监 太监又怎么样了 但是后面呛 蔡英文说 你没有当过兵 这个就不是俏皮 这个是猖狂 这个是嚣张 这个而且又无知 而且又男人中心 大杀文主义 像绿营的顾宽敏一样 顾宽敏在蔡英文当选的时候 或者要选的时候就讲说 穿裙子的 意思说穿裙子 你凭什么当领导人 那啥玩意儿 民主时代 号称男女平等 受过这个现代教育的孤宽敏 公然讲这种话 而且代表所谓的民主进步党 那是反奉到的极点 反动到的极点 从这些小事都是见为资助 不能轻易就把他划过去 或者帮他开脱 绝对不是俏皮 这个是张狂 我们也不要苛求 他有时候是蛮俏皮的 难免嘛 或者是脉络不同 或者在比较私下场合 讲话就比较 甚至是三字经什么都出来 这个不要苛求 那他政治这个长得 搞得这么样的 剑拔弄张 他俏皮下他缓和 像柯文哲 我会来一下这个屋里头 这个都是好的 可是如果刻意的 装的 柯文哲那是故意装的 表演的 你们喜欢 然后装的好像他真的 你真以为他是这样 这个就很糟糕了 让你以为 他一直在内心 充满了心机 装作好像很随性 这个大兼俱为 韩国瑜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但至少他在这个地方 他会失控 但是真的那样 我是觉得如果要变成是一个继续成长的政治人物 这样的批评 我认为是必要的 那台湾 有人讲说 这个台湾一直就是先捧后骂 再打再后踩 那倒也未必 政治人物之间 不太会捧对方的 除非像这次 比如说赖清德跟蔡英文 他们这个要党内竞争 故意就高捧了这个韩国瑜 我当时就讲说 这是有阴谋的 然后后面就是 把别人干掉 把蓝宁的其他人干掉 再要来对付韩国瑜 这种当然是 可是一般很多人民是这样 他真的是捧 真的是追 他苦 他自己没有力量 他觉得这些政治人物 有能力 有能耐 心限知 这个都 无可厚非 甚至到一定程度 要学习 要追随 要把人家长处学过来 可是没有问题 你做一个学习者 可是不能忘记 民主社会在政治领域里面 你是主人 你不可以分的头 你要很自觉 很清楚的 我要来这个 学他的常述 肯定人家 该追捧的就追捧 该这个称赞的就称赞 这个不一样 那更多是怎么样呢 就是盲目的这个吹捧 盲目的这个崇拜 忽然间这个恍然大悟 快就被骗了 就开始骂 然后最后打 然后最后踩 然后负担就气落毙雨 那这个也就是因果循环而已 那这些我就是前面讲到说 希望大家经过几次的起起伏伏 那这样来来往往之后 有所学习 那更多人清醒 那终究还是回到谈问题吧 那现在台湾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家应该列出来 这些总统候选人都应该把他们认为 台湾最严重最重要最需要被讨论的 十大问题或者简单 简神一点 十大里面再抽出五大问题 到底是什么 说到候选人都应该列出来 搞不好重点就不一样 大家要辩论 光把题目弄清楚 对焦 这个都很重要 如果题目都不一样 那这个光对焦本身就要展开很大的辩论 找出台湾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要有共识 从这一样来谈共识 那老百姓我们就是有耳服啊 我们有眼睛就看着啊 有学习啊 也参与啊 也表示意见啊 我认为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等到说好了 问题的严重性 重要性 顺序清楚了 开始辩论啊 你有什么看法 对这样的问题 每个人的分析 每个人的解剖 每个人的研究判断不同 然后再下一步 那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 你有什么解方可以拿出来 那最后还是验证啊 你提的解方到底是草案啊 到底有什么多少基础呢 那跟现实条件到底有没有经过分析呢 台湾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试试看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啊 政治这个台湾的政治讨论 应该要弄的 好 有人说老鼠拉木心 大头在后面 这是北方的俗语 但没有关系 那到台湾来因为拖鞋多嘛 台湾的老鼠就拖拖鞋 你那个木金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农具吧 我都不懂 没关系 他意思就是这样 这样这种误差 或者是这个因地制宜啊 倒是无可或非 但我也学到了 好 是河南的 好吧 那我听有回事回来讲说 郭台铭出来了 我从这几天的观察 当然有趣的 我先讲 我一向是反对资本主义了 那我是不是理所递难的 就反对这个资本家 几乎是 那我是为什么用膝盖的反吗 那我可能会去支持别人吗 未必啊 郭台铭出来之后 我就看到 所谓的号称左翼 过去搞工运的 有一个团体 就说 工人要斗总统 他们一定要出来 这叫工斗 我就在想说 那郭台铭没有出来 台湾没有总统在那里吗 你们就不斗了 郭台铭出来才斗 这啥意思 而且今天一定程度 我也知道有个左翼团体 也在筹划说 要工人选总统 那还在那边工人斗总统 我当年搞工业是最早 把总统候选人 我们摆个雷台 请他们来 发表证件 我们要选择 那是怎么样 退额求其次 自己上不了台面 能力 财力 资力 物力都不够 那至少先到那个地步 可是几十年过去了 还在那边当客卿 工人斗总统 这些都号称左翼 而且致命很进步 郭台铭出来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这个 我都觉得可笑又可怕 完全不长进 好一点的是工人选总统 我这个过程恐怕要 可是就跟一样 商人当总统 经营之神当总统 这某种程度都是神话 人们很简单 就是说看到问题 提出解放 都不行 那这个社会谁行 搞生意的这么行 所以以前什么经营之神 台湾就是王永庆 韩国李明博 美国这个号称民主老牌了 这次走到了川普 典型的标准的 传统的政治人物 这种政党出来了 大家都失望了 那一军突起 而这个在更早就有一个叫裴洛 在美国 那次没有成功 但至少已经造成声势 那再给这些政党机会 民主党和共和党又是搞得一塌糊涂 这次川普就逮到机会 那台湾会跳过这个吗 如果说这些政党政治 特别是两党政治 弄一弄 就会把根本问题暴露 大家苦不堪言就要寻找出路 就要找能人 就要找强人 就要找行的 一看这社会谁行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马云也行 什么什么都行 就会对现有的政治人物产生威胁 前个阶段就是什么样 私自备的出现 传统这种世家 子弟不行 连胜文书 医生律师这些私自备的 像台湾 柯文哲医生 马云九这些什么 蔡英文这些学者专家 大扁就是律师 陈水扁 像这一类的 但是还是不行 专业的这么专的 高学历也不行 那还是生意人行 在这个商场上 如战场的拼搏 所以可以这个 自然就走上这个规律 所以我去年我也做了一些语言 这会是他 这不用多讲 可是这种情况之下 那回到劳工这边 我常年搞阶级运动 当然要从这个阶级的 从劳工组织 从根本运动下手 但我不会简单的迷信工的 早年搞公益 有人就说 丁业丁业 说老郑老郑 你也不搅槟榔 你也不喝酒 我说我为什么要搅槟榔 为什么要喝酒 所以他才会跟他们在一起 大陆现在语言叫接地气 我从来就不以为了 我不搅槟榔 我不是不能搅槟榔 我高兴我试一下 有趣 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搅了槟榔 我在台东有原住民朋友 我大学的时候就吃过槟榔 可是他们说这是代表一个象征 多少这些政治人物 外表跟你秦后 好像跟你 但是真正有帮你们赶出来吗 还是躲在你们后面 用这个东西吃同样的来欺骗 这个还是有奋计 重点是不要形式主义 所以到过来讲 今天要代表劳动阶级 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 一定是工人吗 很像中国大陆过去有一段 是唯成分论 有成分论跟唯成分论不一样 如果他是工人出身的 生之基成之苦 那同时又对整个政局 对整个这个世界的潮流 对这份资本主义 有深刻的理解 那这样子 跟另外一个说 学者专家出身 可以竞争啊 要搞不好这个工人的 他更懂更深刻 是看那个程度 看那个理解 不是看外向 纯水边不是三级贫富的小孩出身吗 理论上他上来 他更应该知道怎么样照顾 有吗 贪腐成那样子 所以啊 这个出身 不一定 我常常讲很多劳工运动 我搞这么久 我最大 身在朝营 心在汉 身是劳工 心想资 想的都是资本家 所以啊 不能够 不能够这个表面看到 所以就要搞工人选总统 那出来就很有正当性 别人都不行 这当然有点可怕 但是至少 我都可以承受他这个过程 那我自己的路是啥 上上次已经讲过了 人人选总统 人人都要出来参政 当政 不管从小里长 都是要做主 总统不过是个范围比较大 你选个小里长 甚至选个 好好选个班长 班代 这个地方名义代表 或者公共事务的 甚至你的住屋的管理委员会 都去参选 然后承担责任 那个台北市的那些 我看过 那些管理委员会啊 很难搞的 不是那么容易弄的 好 先做一个小段落 等一下再回来 中广新闻网 从无线电波到网路直播 中广新闻网 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 很抱歉 我们没有新山色 没有八卦 没有假新闻 没有偏颇立场 没有撒狗血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有中立客观 平衡报道 事实真相 优质的新闻品质 时代再变 主流趋势再霸道 我们心中始终有一把尺 专业素养 新闻伦理 时事求是的那一把尺 我们没有的 也是你不想要的 我们有的 正是你要的 我们是中广新闻网团队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中广论坛 好 再回到 中广论坛 深一点时间 朋友跟我讲说 北方农村 那个老鼠托木仙 那个是仙后的仙 是晒这个 好像晒粮食用的一个工具 好 老鼠拿木仙 知道了 那有位朋友跟我讲说 同意我的一定程度的批评 不应该扯 这个蔡英文没有当过兵 那我 他说这样会节外生枝 模糊焦点 但他说我韩国瑜太猖狂 这未免 有失中肯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这位朋友 他为什么他 就像我刚刚讲 他就说 哎呀 我还讲太监那个 就是说蔡英文 你搞错重点 不要抓这个 我讲那句话 也许有点比喻适当 但你不要抓这个 我们回来辩论 军法到底该不该 他就是应该这样回 那为什么说 哎 你是没有当过兵 这个 你要去想想 那个不是猖狂 那个是什么 好 那你就忽然 又你的论证说 你看 他们这个 这个 这个 又再开始讲 好 我再先讲 我在台湾啊 常常碰到一个困难 我有时候到大陆去 发现大陆一些长处 人家的特点 回来就讲 啊 大陆怎么样 听有 我通常碰到两种反应 我就知道后果不妙 一种反应是什么 我们台湾有什么 什么什么好处 我说你跟我搞平衡干什么 另外就是 大陆有什么什么更坏 大陆坏的当然很多 所以这位朋友 你跟我讲说 啊 蔡英文他们更侮辱这些 你在这边没有看过我骂 骂过这个绿营吗 我骂得比谁都凶啊 所以最早就是 民进党不死 台湾包死 大家国民党 要说学的民进党 上次说 国民党没斗 台湾不后 三次选举 还想说 民进党不打 台湾不会好 我想我骂他们不多 刚刚的焦点 是在讲他的猖狂 你就不用用这个来 回毒我 这个不好 好不好 你就开口讲说 我为什么没有看到 绿的这么糟糕 如果韩国瑜有这个问题 就面对 不要讲说 绿的就算比他猖狂 也是两回事 不可以拿来修杜 你会觉得说 你重点要讲说 我的不公平 我还是先问你 他够不够猖狂 你用这个理由说 我没有看到绿的这么猖狂 来回毒我 这个抱歉 我不是太能够接受 那你如果说我评论不公 我倒可以再继续讨论 那我想我讲 韩国瑜的缺点跟弱点 我已经讲了好几次 但我还是讲相对的 相对的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最好的 可是我在讲 他有个东西 好 既然讲到 我本来都已经不愿意讲了 他到底要不要选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这韩粉怎么讲 非韩不行 非韩不投 就不去投票了 还是不投共产 有人在问了 那非韩不投又怎么样 我就问 如果说民建党的党内初选 本来弄得那么漂亮 结果一个赖清德的突袭 这当然有诚信问题 搞得他们这个国王新衣 都被穿都被揭破了 很难看 那么国民党 如果要跟他不一样 至少 那你党内初选这个制度 我要问 韩国瑜如果要当总统候选人 为什么不参加党内初选 为什么 这一句话 怕对不起高雄市民 或台湾的老百姓觉得说 你怎么屁股没做 就要换 这是他得面对的难题 这个难题他不面对 这韩粉怎么弄 就开始讲说 王金平卡韩 什么谁卡韩 各个都卡韩 吴敦义也卡韩 朱立伦也卡韩 说这都是包括中国时报都是这样子 都说人家是党路的大石头 你自己的问题就是在高雄市民 你要怎么面对 他放任这些选民 或者是就把韩粉这样子搞 然后打这个打那个 我很早就在双方说不要这样干 你凭什么呢 我那天又在骂 更有趣的是 做我对面的 罗志强开始改口 说不要讲卡韩什么 我当时就会觉得 我有没有听错 我下来再Google一下 他就是讲说 现在有个金平大将军 镇守卡韩三海关 然后就说吴敦义你要去处理 要把王金平弄走 都在讲别人卡韩 可以这样子干吗 这个不够猖狂吗 这些韩粉不够猖狂吗 那我就讲啊 你等一下问说韩粉猖狂 等于韩国瑜猖狂 我等一下会讲 韩国瑜你没看到吗 我就问说 那如果韩国瑜在你们韩粉心目中这么行 就去参加初选吗 你们那些卡韩的这些都不是卡 不就两三下就打倒了吗 为什么韩国瑜不敢自己上阵去面对 把他搬走 要借起别人的手 不管是有意的筹安会 还是被带动这些韩粉 都已经猖狂到这种地步 人家有权力参选 人家按照制度来 王金平我认为他不错 至少他一直顶住 我就照制度来 也不会轻易让步 这个压力有多大 明明是我上次已经讲过 是韩国瑜出来卡王 那我王金平准备多久 你横空杀猪 我也不认为 韩国瑜一开始是有意的 可是事实上变成这样子 有是非吗 韩国瑜没有眼睛吗 韩国瑜不知道吗 然后到了前天才开始讲说 哎呀 我得回去面对高雄的选民 是啊 几个调查也出来了 我就不用多讲了 我在电视上讲 要么你韩国就直接让他讲 我就是暂时不选 看后面 如果真非我不行 但是这个阶段都不要提了 有人比我行 有赢的把握 因为不是非韩不选 是非赢不可 好啊 我也帮站在非赢不可 情况之下做了这个借主待仇 设了两阶段 如何让 主要我赢过其他的这个外党的10%以上 我们派二军上去 三军上去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派一军呢 这不是更屌吗 国民党连这种气魄都没有 忽然间跑出一些人才 好吧 我那样讲还不够具体 就忽然间郭台铭出来 郭台铭出来就是把这个东西掀开了嘛 朱立伦王金明可能还不够好 郭台铭出来民调都赢了 那你怎么样一定非韩不可吗 马上那种非韩不可就破功 所以前面就讲了不要这样子搞 那你如果非你不行 你就回来面对高雄市民嘛 一种是我刚才想说我不 好 我要好好做 那最后如果真的我不得已的时候 我再来问大家 你们让不让我离开高雄 要不然就出来 我要去高雄市民 你们放心 我韩国瑜的能耐通天 右手抓天下左手治高雄 我可以兼职 我现在可以同时参选 同时把高雄市政 虽然是新街手 要弄得下下叫 非常厉害 不用担心 那等着被检验嘛 这些这么清楚的不 摇来摆去 他自己也知道 到了非说不清楚 所以就是清楚不清楚 那一下子什么老鼠脱脱鞋 他也不是不知道后面是啥 然后选民在那边焦虑 他就任由这个东西发展 那当然各种各样一模论 他们是不是配好了的剧本 所以要回刚刚那个朋友 韩国瑜的这些东西 你要看在眼里 实在是不只是猖狂 是非常可恶的 你们很希望韩国瑜 某种程度不希望国民党赢 这个东西都可以理解 我也觉得是应该变换 但讲不客气一点 如果这样子上去 不是很可怕吗 还没拿到权力 就用各种手段 瑕疵老百姓 非他不行 搞得大家含泪含含血 去投票 这样的领导人 我刚刚讲不客气一点 你们韩国要脱党就脱党啊 你们到时候不是韩国 不出来选就不出来选啊 民进党在执政又怎么样 我们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还不是这么样子照样继续干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种都是对台湾不好 所以回应刚刚那个朋友 那今天本来想多讲一下 郭台铭啊 就没有时间 但是他出来 至少啊 我刚刚讲很多各种各样的反应 大家很多原来挺韩的开始转弯 那个360度啊 也其实非常非常的可笑 很清楚啊 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一出来 那个非韩不可 至少削弱掉三分之二 那些极端的韩粉 你们可以喜欢他 但不要变成人民公敌 这对韩国瑜也不好 韩国瑜说要好好你个声明 是你是该做决定的 大家等着看 下礼拜再见 以上评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节目内容欢迎回到 中广新闻网YouTube频道 收听收看 由麦新闻网友